做全部新增 什么样 这个把它拉下来 把它Ctrl键按住 新增全部 因为我现在呢 总共有几笔记录呢 总共Excel里面呢 总共有3到8好了 假设这几笔 我希望它全部都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 当然以后你可以更多啦 几百万笔放过去都不会有问题 只要跑很久而已啦 这个叫P4转档嘛 以前可能P4转档 以前帮人家写个P4转档的功能的话 那其实价钱都很贵 那可是 现在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怎么把最后的这个按钮做出来 一拉过来 把这个地方做一个新增 叫新增全部好了 二的话呢 把这个改成什么 B4 OK B4 应该懂那个逻辑啦 很简单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到资料库 刚刚是放一笔哦 OK 那现在是要放这么多笔 你可以更多啦 反正一堆都没关系 放过去之后 你就只把旧的字要删掉 可是删掉是没有办法回头的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工作给按Ctrl键 按Ctrl键就是复制的意思 复制之后再练习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小心把它删掉 你按删掉还可以CtrlZ 可是等一下的删掉是VBA帮你删的 你没办法CtrlZ 它就不见了 OK 你要再练习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你还有一个复制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你可以切过去 OK 还可以再复制再来练习就对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新增全部里面要写什么 这个地方其实主要的那个程式码在B4这里 其实因为Ctrl的这个东西都一样 差别只是说我forI等于3到最下面一列 其实我这边一样 其实你可以不用R也可以 因为我是把这个都丢给R 然后这边才知道R多少 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写在R的位置就可以 然后就是直接怎么样 去抓哪一列 也许第三列的BCDEF 你可以用B或数字都可以的 然后去呼叫 刚刚那个利用ADO新增资料 然后传给它 第三列的 然后新增进去之后的话 再换下一列换下一列换下一列 做完之后的话会有个MeshBox 但是 感谢观看